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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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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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战方再平A,对待方的一个琵琶精直接是绿了 冠战方一手巨箭斩出去 冠战方连环想轻孩子,盼着直接防御 冠战方卡扎金,对待方的话是把冠战方的一个宝宝全部清掉了 冠战方现在也没有办法反手拉一手巨箭,补掉对待方的一个巨箭 没有出法连,如果出法连的话,感觉还能补掉这只黑色童子 对待方赶紧把血卡上来,冠战方一击平A,再出漫天 这样的话,对待方这只宝宝也成功被补掉,对待方应激过来 想顺势烧走这两只宝宝 哎哟,这一把应激的话,对待方有点赚呀 冠战方虽然人物抗性比较高 冠战方一手巨箭,给冠战方这只宝宝还打上了威慑 冠战方再拉顺法,这只顺法的话伤害有点高 而且这只顺法如果下一回合还能秒出去的话,会非常棒啊 对待方虽迷秒过来,补掉这只童子 来到第20回合,冠战方有物理移速,应该是可以压倒对待方人的 冠战方一手破血,秒掉琵琶精 虚迷再压,太舒服了呀 冠战方人物反手拉一手地厅,冠战方很聪明哈 冠战方肯定知道对待方这一回合要么起变身,要么会清掉冠战方这只虚迷 冠战方这一回合直接拉了地厅 第二回合,战敌给地厅一加,对待方没有办法控制这只地厅 地厅如果速度比较快,直接顺利出手 准备感下去 准备感到备感到下降